去年的世界贝亚算是彻底把我变成了伪球蜜 那作为伪球蜜 当然是要关注到2022年度世界足球先生的评选了 北京时间2月18号凌晨 国际组联年度最佳颁奖典礼在法国巴黎举行 毫无悬念2022世界杯夺冠的阿根廷队成为了大赢家 众望所贵的梅西同样也是毫无悬念的获得了2022年度最佳球员奖 也就是我们说的世界足球先生 这是他第七次获此殊荣 除此之外梅西已经获得了七次金球奖 这一记录同样也是高居历史的首位 那在前六次的评选当中 梅西主要还是依靠着巴塞罗那的优异成绩获奖的 两个月前在卡塔尔举起大力神杯的梅西 毫无悬念就加冕2022年度世界足球先生 这对于梅西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也是再圆满不过的经历了 梅西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也动情表示 自己在如此努力的战斗过之后 终于得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梅西有多厉害 他的天赋一柄相信不用我来赘述了吧 但是呢还是想要把这些数据告诉你 让大家知道他有多伟大 2007年梅西首次成为世界足球先生候选人以来 15次入围前三名 7次当选世界足球先生 C罗呢则是以5次紧随其后 截止到目前先后出现的17位足球先生当中 只有梅西、C罗、罗纳尔多、齐达内等6人多次当选 始于1990年的世界足球先生的评选 含金量当然是毋庸置疑的 历届的当选者都是成就非然的足坦传奇 能够获得一赛已经是非常的难得了 多次获奖的球星真的是凤毛麟角 捧起第七座世界足球先生讲座的同时呢 梅西亚迎来了另外一座里程碑 颁奖前一天的法甲联赛当中 他代表巴黎圣日尔曼首开记录 这样梅西在五大联赛俱乐部的进球总数 达到了700例成为了历史第一人 所以会不会有人超越梅西的成就呢 C罗已经是感超无望了 本子马的职业生涯也是在走下坡路 至于今年首次成为最终候选人的后起之秀姆巴佩 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世界足球先生 还是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的 那这样来说的话 在同时代的球员当中已经是没有人能够超越梅西了